我最近看到一则报道 讲到内蒙古有一个养猪专业户 有一回他们家里的三头母猪同时生产 当时除了家中的大人都出动干活之外 就连户主自己11岁的儿子也待在保育房 一边写作业一边照顾那三头猪的生产 当晚三头母猪一共生产了40多只猪子 这11岁的孩子也亲手接生了其中的7只 当地这家人的亲友把这件事分享在社交网络上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包括当地的新闻媒体的注意 而当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一方面称赞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给猪接生实在太厉害了 而另一方面也想知道 这孩子的父母可就放心把家中最重要的身材工具 交给这么小的孩子来负责吗 毕竟给猪接生要不出差错 可是要相当地专业技能的 而这时孩子的妈妈告诉记者 其实啊 他们家经营这种猪养殖场已经好些年了 母猪有八九十只 猪场里只有两夫妻在打理 每年要生出好几百头小猪 有时候生产的母猪太多了 实在忙不过来了 因此 他们的儿子在五岁开始 就主动愿意帮着他们夫妻俩喂小猪 就这样照顾了猪群五六年 所以也算是老手了 关于给猪接生也有了相当的操练 父母也放心交给他 当然也不会过于他年龄和体力上的限制 而最后 孩子的父母也告诉记者 他们当然也心疼儿子 却从来不会阻止他愿意主动为父母分牢 因为他们认为 孩子从小体会到父母的不易 生活的艰辛 懂得感恩 有甘愿帮助的心 并且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 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都会受益无穷的 我想父母能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并不是让他一生都凡事无忧无虑 这也没有哪一位父母能够做到 那最好的礼物就是教导他 能有能力把这一生活得对活得好 这报道中的父母 就是送给了孩子这一份最好的礼物 你说是不是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